基本上我們坦白講 我是那個解數飛彈第一任的牌長 所以這財防空當值 我們都有受訓的嘛 那當然終於打下來 而且又步槍打下來 有打下來就是保國衛民保護領空 當然是值得贊取的 但是有一點點傷感 為什麼是傷感呢 因為我們到現在是更多 當年我們在當的時候呢 叫做雞彈雞彈泡泡槍 是他飛過來之後 因為其實飛機的攻擊很強 所以第一個 我們平常有定時的巡航機 就要去攔他 如果攔不住呢 我們那個當時的 勝利女神飛彈叫打上去 如果打上去還沒打到 接下來或很多的大的機球 再來呢 那個屠牛四叫上去 攔截機叫上去 然後船艦上的暗炮 還有暗炮 防空炮就上去 最後就是我們三五塊炮 先出飛彈 還不行的時候呢 我們就問教官怎麼辦 你身上的步槍 你身上的手槍都可以打 一定要把它打下來 那如果再打不下來呢 那你就進中烈石 所以其實我們是講說 這個東西真的要打下來 但是如果照現在 我們現在又有天空二天空三 我有這麼多的飛彈 現在這個防禦層已經十幾層了 早該動手了 早該處理了 大家其實心裡面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覺得鬱悶 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講說 伊朗就直接把美國的三架給幹下來了 以色列三月八號 我也講過一次嘛 主動發表 因為他們F-35 手戰是什麼 打掉兩架伊朗的無人機 大砲打小鳥 我也要做給你看 所以我們總會做到這樣 而且會看到是說 坦白講 你說還是要用到 用到用步槍打下來 還要掉狙擊手 神槍手 滿丟臉的 你是對不起我們中科院 就知道 我們中科院在二零一九年 有公布他們的成果展 工科院裡面 他有為什麼 其實打下來有危險的 如果他上面有炸彈怎麼辦 打的時候炸下來 如果炸彈到地上怎麼辦 所以我們中科院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就在一般的車子上 吉普車上就可以放上去 他就去掃瞄那台無人機 掃瞄完畢之後 頻率抓到接管 就把他給抓回來了 那伊朗都有這個技術 伊朗就把美國的那個 坎大 坎大還有炸怪獸 這樣一個攻擊機能無人機都抓過 然後再過來另外一個狀況是 現在通常他們是大疆的四軸 我們中科院是六軸 那六軸之後 那個飛無人機上去之後 你在那邊飛 我盯著你 開始掃瞄你 抓你一噴 一個網子過去 就把他抓下來 捕捉之後也不會讓你掉下來 就直接把你給運回來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 就是對於這種事情 我們早該處理了 早就有這些設備了 而且這東西 我們甚至還有一千臺的無人機 弄到去那個烏克蘭那邊 臺灣有這麼多的力量 我們的參謀本部 我們的國防部 你們怎麼搞到現在 只是雞彈雞彈泡泡槍 如果槍沒有打掉 我跟你講 當時我們教官告訴我們的事 那你就準備金鐘烈士 太扯了 不是 這麼多 這麼多天 一直千呼萬喚以後 後來發現 要槍有槍 要人有人 要什麼設備 現在都有了 管你叫打鳥隊 叫什麼隊 全部都已經先離島優先 外島優先 全部都送啦 我先講啦 打 用槍把無人機打 打無人機 真的是很很很不文明的作法 槍可以打下無人機 俄羅斯就不會搞成這樣 無人機第一個特徵 就來無影去無中 你半夜來 你直接要狙擊手 每天半夜都看著天空 然後就準備好姿勢 隨便打嘛 對不對 你半夜來就看不到嘛 第二個他可以高高空嘛 你槍也不見得打得到嘛 第三個無人機是個動態的 動態的把嘛 你槍要打動態把有多難 打不到是剛好而已嘛 本來就不該用槍打無人機 我們以前如果打下一架 無人機 在基地受訊是放一個月的 一個月 一個月 對啊 那是很難的事情嘛 然後那現在打下來 我也不能接受 你打下來怎麼沒畫面 這很不能接受 你知道你打仗要什麼畫面 去看俄乌戰爭 每一輛被打下來都有畫面 因為美國已經跟烏克蘭講 這是心戰的一環 打無人機打是以為是 打下來把他拍下來 甚至烏克蘭還把俄羅斯 無人機運環解體 告訴大家俄羅斯的科技有多爛 裡面是Canon相機 裡面油箱是寶特屏 好好笑 因為在美國設定這個所謂的抵抗戰的戰爭中 以小博大心戰是最重要的一環 結果也沒有畫面 表示就是一個自發性的行為 那打下來也不去撈 可能真的太遠 我不知道啦 反正這件事情我覺得有改進空間 果然現在開始了嘛 確實有所謂的這個飛管分的叫打鳥隊啦 打鳥隊其實他是用散彈槍去打鳥 因為跑道上有很多鳥或等等的 那用散彈槍去打的話 你就要去去 確實打無人機 散彈槍不是比較搞頭 因為他會動 可是他就打一個面嘛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國防部從本島密派極少數官兵的無人機干擾槍 連人帶裝備進駐金馬外島反制 我覺得這也ok 可是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現代的戰爭中 這些人還叫做極少數的人 我覺得很怪 人手一把了吧 現在戰爭哪裡不是無人機的戰爭 現在戰爭如果是無人機的戰爭的話 你怎麼可能是極少數人才要有 但是好 我們罵還是有用 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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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了一個月之後的 確實這個開始開箱了對不對 開箱也很有趣 我就可以大家來看 美國反應跟國際媒體反應 國際媒體有真的 各國的媒體包含英國金融時報等等的 包含瑞報等等的 彭博社都報導臺灣開箱了 因為這是兩岸這麼多年來開低強 兩岸這麼多年來開低強 所以國際間是高度關注的 那國際間高度關注的時候 看美國的反應 美國人說可比美國國安會的發言人說 他他認為臺灣領導人做這樣 覺得是合情合理的 為什麼是合情合理 他說因為中國在試圖去變造兩岸的新線況 他讓兩岸的原本的以海峽中線模糊化 西南空域模糊化 然後領空模糊化 他不是真的派戰鬥機台派無人機台 所以領空模糊化這些事情 所以他們是支持臺灣開這槍的 所以如果今天國際跟美國都支持臺灣開這槍的話 我認為國軍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 應該要更有底氣一點 反過來今天中國的反應就很有趣 第一個胡錫進公開說 就老胡的瞭解 他們不是解放軍的無人機 只是普通的民間愛好者 他在幹嘛 他在降溫 我們升溫的時候反而中國在降溫 而且美國支持臺灣升溫的時候 中國開始降溫 說這跟解放軍沒關係 因為他前面第一天講的話 我們那時候驅離還有什麼的時候 他講的話不是這個樣子 他講你只要打下一個 以後他們就可以有這樣的依據 他就直接這樣子也用實彈 打下我們的一些目標什麼什麼這些 對 可是當我們硬起來的時候 反而是中國在降溫 中國現在二十大經不起風吹草動 習近平要連任跟你打什麼仗 哪有時間打仗 打一打人把習近平一起抓下來了 所以現在狀況是這樣子 不要覺得跟中國互動 和談 抗議 退讓是有幫助的 我在跟國民黨講話 不要覺得去跟他們抗議是有用的 你這槍開下去之後 我們看到的事情是美國在挺我們 老共是往後退的 當人家踩到我們的青門踏戶 踩到我們底線的時候 本來就沒有什麼好談嘛 你開下去才會知道說 狹路相逢勇者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態是很清楚的 我當然一部分去持續的給國防部壓力 施加壓力 希望你們用更文明更科技的方式 我一方面也鼓勵國防部 你們這次真的做得對 開這一槍 不只我們站在你身邊 臺灣人站在你身邊 美國跟國際娛樂也站在你這邊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有進步的空間 但這次還是確實有做到基本的滿足期待 原住要不要先回應他剛剛正好在喊話國民黨 反正現在執政也是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就是要走抗中保台 但是如果要走抗中保台的話 你就要做出有保護臺灣人的樣子出來 其實無人機這個事情是動作太慢了 剛剛我跟他講八月三號到現在 如果要不是有八月二十四號 那個大家用丟石頭那個影片曝光 我覺得國防部到現在都還不會開槍 那現在是因為沒有發生什麼事啊 可是可是亂一有呢 如果他來的不是民用無人機 是軍用無人機呢 那你你的那個干擾槍有配給人家嗎 那你有做好那個訓練嗎 各方面有做好準備嗎 那是不是就證明了之前一直喊抗中保台說要保護臺灣是假的呢 我覺得亡羊捕饒啦 有未完啦 對啊那趕快啦 如果要喊抗中保台也是好配套啦 不能只是只是講講而已 正好剛才為什麼喊話 他的意思就在講說 不要國民黨不要一直想著跟老共只有和談 只有什麼什麼那些 或是夏立言去那邊要不要抗議軍演 他就說態度要更強硬 正好是這個意思嗎 我這件事誰都可以罵 就國民黨人沒資格罵 因為大家都在罵嘛對不對 因為我們跟國民黨是派夏立言去的 我們中管其下 講一個中國的 竟然是一個中國無人機飛過來 不是剛好而已 在自己領土飛啊 你能問是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兩岸就完全斷交了 斷絕來往啦 就是叫台商也都回來了 現在實際狀況就是像台商 台商都還在對岸 我們現在只是過去關心一下 你把軍事跟經濟高昏了 美國跟中國軍事再多的摩擦 目前經濟也完全沒有完全脫鉤 是啊 所以你把軍事跟經濟拷混了 去是關心我們在那邊台商 不是在談政治嘛 所以也沒有跟對岸什麼政治高層 去做什麼政治協商 OK